戴敏鳳姐 那他們這樣演 他們到最後藍白要怎麼收拾 因為他會影響到一些地方的預算 那藍白立委 他們接下來2026 自己也很多想要選地方首長的 他到時候要怎麼幫自己 搬一個台階來下 我就覺得 我就在想他們要怎麼收拾 因為這個預算很多東西都是地方 地方首長的 然後你比如說 比如說捷運啊 對 造橋鋪路啊 這些你不要想說 這是中央在用的耶 這些都是分配 因為下去是給地方首長的耶 譬如說你治水計劃啊 這個災害防備啊 什麼這個社府這些 都都是會下撥地方的 那你看你這樣卡多少錢 卡了好幾千億啊 對 那你到時候 我問你啦 你如果不弄的話 你現在執政的誰比較多 國民黨執政的縣市比較多啊 你覺得那些也會忍得住嗎 所以說到時候 你還不是要 活生生的推下去 那你自己找難看嘛 所以我就是說 當然啦 就是說 行政院還是 就是擺一個姿勢 也不是說擺一個姿勢啦 就是說 你還是要見到 我盡量跟你溝通的 對 我願意跟你溝通 對 我盡量跟你溝通 你也不要再什麼 在背格或怎樣 這樣收 給你一個台階下收最好 你不要等到 我如果行政院我真的 我真的耍狠 我就放著嘛 我放著 對 都不要等 對 放著 等到那個快要 快要那個年底的時候 那個 國民黨的縣市首相 就開始圍攻你了 圍攻你們立院黨 到底在搞什麼 然後國民黨就內訪 國民黨之後就開始 麻煩了 然後開始勸 傅昆琦啊 你就不要退啊 勸那個 高薪宿美 你不要這樣啊 這樣子我們這個地方上面 一些鋪橋照路的錢都沒有了 防水的也沒有了 對 那我們這樣子 地方2026就要選舉了喔 這個錢如果沒有的話 到時候2026到底選舉的時候 誰要去為這一條錢負責 我不相信那些地方首長敢 敢負責下去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那民進黨中央就再發一條就好了 再怎麼也蠻 也不能杯葛地方什麼 預算什麼東西的 那不就贏了嗎 叫盧秀燕想一想 叫張善政想一想 對 所以我就說 我那天有一天聽到 韓國瑜跟這個黨團會議裡面講說 大家中間選民 對我們國民黨團非常的不滿意 那我覺得這樣深思熟慮的 院長的談話 我們應該給他肯定 那希望呢 在坐在旁邊的傅昆琦呢 或是黨團的成員也一定要想下去 上個會期搞個亂七八糟 中間選民對你們國民黨團 失望到一個極點 國民進黨也沒有做什麼 因為才上任沒有多久而已啊 你們國民黨的民調 可以掉到如此的地步 快要跟 有一度還跟民眾黨差不多耶 還比民眾黨還差 還好是民進黨發生柯文哲的事件 你們猜免強 又贏過民眾黨 那上一個會期的亂項 你們完全都不檢討嗎 然後這個中間選民的想法到底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每次選舉的決勝負 覺得這是中間選民最大的一個關鍵 所以說如果你們要這樣子搞的話 你們2026到底要不要選 你們自己想清楚 然後到時候 如果你們繼續脫的時候 等那個縣市首長 已經沒有這個已經快要動不掉的時候 北上中央去陳情 或是到立院黨團去溝通的時候 那你們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臉 那你們那時候自己再退 那不是更糗嗎 對啊 盧秀燕最近是因為那個公車 行人地獄的事情 有一點忙喔 對 那所以說如果行政院肯釋出一些善意 請你們退或是黨團 你們就順勢趕快退 你們不要等著你們自己的 自家人的地方首長 現在大概有十幾個縣市都是 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而且雲林那個地方不需要這些錢嗎 那個這個中部地區 台中不需要這些錢嗎 所以說我覺得就說你這個到底是害到誰 你國民黨到底用哪一些腦袋出來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快昏倒了 現在行政權當然是民進黨的 但是國會的權力是在 是國民黨的 中間選民為什麼對國民黨不滿意 原因也是因為你們國民黨實在立法院是多數 也是要負一半的責任啊 國會的亂象也是你們要負責耶 所以說整個國家變成這樣子的一個分裂 所以那我們覺得說 你們國民黨是不是應該要 就是說已經醒了 因為到了明年2月1號又可以罷免了 那有些立委應該要拮据一點 看起來他們非常的勇敢啊 然後什麼事情都敢做啊 那我們就看看嘛 看看2月1號你們怎麼樣嘛 欸 我好奇耶 他這個擋下來的總預算 有擋到他們立委自己的薪水嗎 沒有啦 怎麼不從自己的薪水先擋 我跟你講公務員的薪水跟那個立場 通通沒有擋 那都是如果你不過的話 就是照舊的 還是會發 然後一定要發的就是公務員的薪水 然後立法院就是公務員 所以只有像這種加薪3%的這種 對 這種額外薪增的才會擋到 那否則你就依照原來的總預算去運作這樣子 對 就是所以公務員的薪水一定都有 然後呢就是那些什麼額外的 譬如說長照計劃如果額外有加出來 或是以前的前瞻計劃要補的 前瞻計劃在中南部很多耶 對 這些才不能夠動用 但是像這種工務員薪水啊 立法委員的薪水啊 這些都一定會發的啦 來 這個俊宏哥 你最會寫科幻小說了 其實這個我看起來啊 我是覺得這個 在野黨他們有倒果為因的一個嫌疑 其實從這一連串這個司法調查的一個 打揭蔽的過程當中 賴清德的民調其實是一直穩定 甚至上升 那我覺得其實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其實應該要看到這一點 中間選民就像明鳳姐跟Thank you所講的 中間選民在這一塊他其實非常重要 那按理來講這個應該是要副委之後 進到委員會讓中間政府總預算 到各個委員會去逐條 你有意見我們逐條來砍嘛 逐條來砍 那像比如說你像地方最需要是長照計劃 你可能就影響到啊 那像你像中部 中部也很常常盧秀燕現在因為公車事件 搞得東海大學抗議啊罵啊 其實包括前瞻計劃裡面 台北地檢署前一陣子也偵辦一個 其中一個B案 就是針對前瞻計劃裡面也有針對有公務員 對於這個柏油路上下其手在搞弊案 所以其實這些計劃相關當中 他不是只有中央啊 他是連地方都有 他是一個福國利民的一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你不應該把包裹整個打掉 你要他退回重練嗎 那你現在在野黨你現在遇到這樣的狀況 你不能這樣子說你國會你是多數 你是野蠻啊你是亂搞惡搞 那你現在後面怎麼收三看下去 甚至你更不應該說 尤其是柯文哲你現在身陷B案 你民眾黨瞎底 你一直講不斷的講媒體報導 是科幻小說 那到底誰科幻 你現在這個瞎幹 你倒果為因的做法 其實你只會讓多數的選民 中間選民唾棄 哈囉大家好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